是,BringBring Boot款 这个有三个色的,我就拿了这个米色 另外还有黑桃啡 我会打回在网页,也会有图片提供给大家的 因为我只是拿到这一对,其他未有货 所以不管了,先拿回来 当然也是有增高,它是厚底的 它后跟前部分都是有一个平台的 虽然这里是有一个欠位的部分 但是不需要担心的,它走得非常舒服的一个Bring Boot款 当然整个Focus World一定是BringBring 是大家最喜欢的Hexo Yo的collection 当然鞋有鞋盒回来,我们一定会跟鞋盒出的 不需要担心 这个就非常划算,因为它都是真皮的系列 整个桶都是很软身的,我都是直上直下的 你会看到它的桶圈和鞋盒位都是比较充裕的一个尺寸 可以focus看它的BringBring位先 它是做一个带位的皮带款的效果 做一个扣,整个focus位都非常之抢眼 鞋头和后跟都是有加固的 桶非常之宽敞 这都是软身的一个质地 给大家看看Bring Before After Bring Before After 都有8.5的 8.5的如果没有记错 7.5 我记得7.5 我记得肯定是0.5的 但我忘记是7.5 0.8.5的一个高度距离 大家可以留意 这个就一穿就OK的了 因为有些高度 我记得稍微低高度 稍微低高度 稍微低高度 而且你会看到它的桶圈位 都是很充裕的尺寸 这个的长度相对是真的很friendly 因为譬如你去到中拨的位置 有些人会介意 或者这些位置会比较难处理 所以在于我来说 无论我穿还是我卖 我都觉得这一种cutting 是最friendly的 因为通常这些位置 而且你会看到我 现在这一款的桶位的设计 都是属于比较空洞 比较浪 现在我们这样说 比较浪 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考虑 这个就会很friendly 和比较放心 加上是这个牌子 是他们的出版 大家买了很多 我都支持了很久 所以都是非常之放心 鞋也是就这样 穿也是就这样 因为我现在的cutting 因为我看得比较高 穿就已经可以了 非常之方便 鞋笼位也是有足够的尺寸 有足够的尺寸 我现在这一对是37 我穿开235 我穿开235 37 这里我都可以穿回235 37 因为它的鞋笼 都真的是足够的 是足够的尺寸 当然是真皮 它鞋的这个位置也是很软的 而且是明显的 是 是 看得到的 当然是因为我现在年轻 特意真的有加力 去展示给大家看 但是我用的力 真的不是特别压下去的 有用 但是它柔软的程度 很软的 但是它不是硬斑斑 那种 都是有足够的射力 是它射到力的 所以都是走得久 都是舒服的一个鞋款 它们的鞋 有时我都会选去韩国拿货 不过最近都是穿另外一个 多一点 因为那双特别厚 Anyway 是的 BlingBling的鞋款 型格的 好像现在这样搭 或者如果你喜欢搭 八分负的库款 不过就要宽 宽的你可以拌起 折起 你展示BlingBling的鞋 就漂亮 当然你说这种比较lady 除了型格的style 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 好像我现在这样搭 一个同样有lady成分 但是真的 这类的item上 都是配合得到的 当然我觉得中间这个裤的桥梁位 或者接薄位 是连接得很好 当然如果你说 喜欢casual一点 型格一点 是的 有一个特别一点的cutting 是的 那其实这种style 裙褲衬衣服 其实 handled到很多秋冬的一些 款式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除了我现在ladyB 一个特别一点cutting之外 如果你喜欢搭配正式裤 这种就dry一点 是的 你可以focus在鞋款方面 玩一些抢眼一点的detail 去balance寸达 推介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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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